受灾变成志工 手心向下到手心向上 在菲律宾玛丽吉纳市 第三梯次慈祭本地志工培训活动 500多人报名 更有第一第二梯次 所谓的志工学长姐 回来帮忙对付责任 慈祭在玛丽吉纳的传承 已经看到落地生根的希望 居民不分基督 天主教以及穆斯林 展现了宗教融合之美 而为了感谢慈祭人 从9月底的风灾 到现在持续地付出 对玛丽吉纳的关怀 当地市长特别 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中 表扬慈祭 玛丽吉纳市政府各机关 每周一次的聚会 不但凝聚彼此的向心力 市长还有些内心话 要对慈祭人大声说 颁发奖状的市长怀着慈祭情 感恩心 在上行下校的带领下 玛丽吉纳一批又一批的居民 穿起志工背心 培训 第三次培训 报名的530人当中 还有95位穆斯林 也见证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没有分别 呈现 一家亲 开阔的心胸 正确的信念 还有贴心的志工 帮忙照顾孩童 让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家 尽情在学习之中 慈祭理念 环保使命 行住坐卧的礼仪 慈祭人不只教 更让大家在趣味中成长 住着拐杖的礼仪 从小因为小儿麻痹 让她不良于行 不过却没有阻碍 她主人的信念 踏出的每一步 都是朝着成为志工的心愿 迈进 用行动回馈慈祭的爱 一如礼仪的六百多人 不但领取超过五百个竹筒 还用一致的步伐 在绕佛绕法中 用属于自己的方式 虔诚祈祷 这一幕幕也象征 一颗颗菩提种子 正在吸取伐水 茁壮指日可待 大海新闻菲律宾报导